有人說 要吃保養來保養 如果散者 就是要泡泡腳 就是要泡腳 不管是老人或是年輕人 其實都很喜歡泡腳 那古時候你知道我們乾隆皇帝 活到八十九歲 他最常的就是泡腳 他常常說 所以泡腳其實對我們 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幫助 其實有利促進我們的循環系統 他還能夠幫我們酥筋活絡 滾翔姐 你也有泡腳的習慣嗎 有 我最近都有用一個 泡腳的桶子 湯的名字叫 很方便的 泡之後你的膝蓋 可以整個淺泡桿都沒了 所以感覺很鬆快 很好 很方便 因為它是14公升的大容量 對 在這裡它有四十五公分的這個高度 所以你的腳踝 跟小腿剛才的地方都可以跑到 全部是電子的面板 所以你在用的時候非常簡單 你只要輕輕的按一下開關 它就開始了 那我們第一個 其實有一個紅光的功能 紅光是做什麼用的 促進循環 它可以加速你的循環 對 加速循環 再來一個它是有一個 滾輪的設計 滾輪就算是把我們的腳做十八 就像在在負責 在幫你按摩 腳底按摩 還是自動的 不用自己去滷的 不用 因為腳底按摩 很舒服的 對 它總共有二十四顆的滾輪 三百六十度的 它可以正反面 正逆向兩個地方 都可以幫我們按到 然後再來一個是外面的人 很少有的叫衝浪 它就像做水療SPA一樣 它就用肌肉 用那個水的能量跟水的力量 去打在我們的腳底下裡面 讓我們覺得說 有那種SPA的功能 很舒服 讓它做水療 讚喔 做SPA 它很方便 它不管是你的溫度 還是你的時間 它都可以自己去控制 它的時間是五到六十分鐘 都可以 所以你每次要用的時候 你要加減 你都可以用這個 你要加時間你就按加 你要減時間你就按減 那它的溫度 是從三十五度到四十八度 一樣有這個加減的地方 像現在就是四十八度 好 那如果你要減的話 就變成四十七 四十六 溫度上面全部都可以 由自己操控 你如果說 那有懶人模式 你很厲害 有懶人模式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自動的功能 所有的自動功能 就是懶人模式 你三個功能 它都可以全部的循環 幫你去做一次按摩 所以你可以就很輕鬆的 按了這個自動模式之後 就可以躺著休息了 不過泡腳泡完之後 大家最煩惱的就是 我還要把水倒掉 還要清理 那也很 很困難 不會 我跟你說 跟你說 這很方便 第一個它是有滾輪的模式 所以你不用擋的 你擋得很重 很重的 它有這個滾輪的模式 你可以看到它下面 它有四顆滾輪 這滾輪也有定位的模式 你可以放在一個地方之後 把它往下壓就定位了 固定住 就固定住 它就不會流 不會跑掉 然後再來一個 它最方便的方法 你看它這樣 你如果要把水倒掉 它很方便 它這裡有一個管子 有一個水管 這個時候你這樣子 把它蓋一個水倒這樣 水就會自動的就是放掉 好方便 我就不用直接整個拿起來 這樣倒掉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 有時候你看 像我們按摩完這個滾輪 二十四顆滾輪之後對不對 你們要清洗的時候 你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自己清洗 這裡 這裡太多 就是有的人泡腳怕說 譬如說家裡爸爸泡 媽媽泡 阿公阿嬤泡 衛生的問題 對 這個手禮 這個這樣拔起來洗 這個地方也是有一個這個 藥玉的一個部分 像這個有一個藥玉盒 你當天要放薑 可以幫助我們循環 它艾草可以幫我們潤廢 你只可以放你的油草進去 你油草 你如果要洗也是很方便 你就拔起來 要用完之後把它放進去 這樣你在處理喔 很方便 你的水 你如果像夏天在泡 你不用泡到很高的 對 夏天的水就用比較低的 冬天我們要泡的時候 天氣比較冷 我們冬天的水可以用比較高的 我們可以泡到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泡完之後 我們冬天可以讓我們感覺 整個身體都很暖和 很舒服 如果是夏天泡起來的時候 我們會流汗 流汗的時候就是 把我們一些獨塑 對 獨塑都用汗水 都擺掉 就是最好的保養